大家好,欢迎收听网红编辑部的节目 今节想跟大家讲讲俄乌战争的乌克兰 现在又多一个国家向乌克兰伸出援手 而这个国家就是巴基斯坦 在开始讨论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红编辑部《正香堡》和《沙拉起》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 巴基斯坦政府就决定向乌克兰运送足足159箱的军火 当中最主要运过去的就是155毫米的炮弹 虽然巴基斯坦的媒体就没有透露正确的军火数字 但是在这件事我们可以见到这些炮弹是哪里来的? 俄罗斯会不会要求中国驾入阻止巴基斯坦这样做? 还有我们一般所说的巴铁巴铁 如果有一天美国迫到埋伸要巴基斯坦选哪站的话 这样我们所经常提到的巴铁究竟还靠不靠得住? 首先这些炮弹基本上都是由巴基斯坦所生产的 亦都是巴基斯坦陆军长期以来所使用各式的炮弹 而当中巴基斯坦有多达超过300门的火炮是生产至中国的 主要的原因都是为了防止印度军队的 虽然火炮很多都是来自中国的 巴基斯坦就没有能力自己生产的 只不过这样生产弹药都还是可以的? 而目前巴基斯坦的弹药都主要是由国产弹药为主 同时也曾经在多个国际的军事展览上宣传巴基斯坦产的弹药 另外也有做出口的贸易 真是可以画得上巴基斯坦的弹药质量都尚算不错 不知是否因为这样的原因 现在连美国都要求巴基斯坦帮下手 因为最近乌克兰被俄军打到截截败退 主要的原因就是乌克兰缺乏火力强劲的弹药 事实上俄乌双方每天都进行大规模的炮战 你射我就我射你 所以消耗弹药的速度非常之快 加上经过了几乎一年的时间 北约支援乌克兰的弹药都快要消灭 所以目前北约也都加紧生产新的一批弹药 就算好像美国那么厉害的产能 一个月里面可以生产14000多发155毫米的炮弹 都只是足够乌克兰用几天 加上过去那几个月 美国也都在全球范围之内要求不同国家 可以向乌克兰提供一些炮弹 较早前韩国就已经提供了10万发的炮弹 现在巴基斯坦都需要交数了 而且巴基斯坦是有生产能力的 美国叫到巴基斯坦也不能拒绝 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有人问 这些炮弹送到乌克兰就是用来对付俄军 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都尚算有好 好 中俄合作是没有上限 还有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的关系也都不错 现在巴基斯坦这样做 俄罗斯又会不会要求中国介入阻止巴基斯坦送炮弹给乌克兰 现在这个话题就在国内的社交媒体热地讨论 事实上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真的有好 但我自己就不太喜欢一般所谓巴铁这种称呼 为什么呢 因为国与国的关系就没有所谓永远的朋友 或者永远的敌人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最重要最重要都是利益 利益是最大的 巴基斯坦向乌克兰送军火相信也有他们自己的盘算 而且巴基斯坦和乌克兰之间过去30年都有大量的军火贸易 而且目前巴基斯坦陆军有300多架主战坦克都是从乌克兰购买 巴基斯坦送出炮弹的同时也要求乌克兰 以保障他们在巴基斯坦所购买过300多架坦克的售后服务 同时也希望向巴基斯坦的控军提供技术支持 所以巴基斯坦送炮弹到乌克兰就不是完全无条件 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服务来作出交换 还有巴基斯坦和印度大家都知道 就克扎米尔的问题是长期以来细成水火的 另外俄罗斯和印度关系目前来说都算是相当之好的 多年俄罗斯亦都出口大量的先进武器卖给印度 而且武器的级数还要比俄罗斯卖给中国的武器更加先进 从这一点大家就可以知道 巴基斯坦的立场本身都是较倾向于西方国家 要知道国与国的关系本身都错综复杂 有些事情可以共同进退 但有些事情都会考虑自身的问题和利益的事 中国在俄乌战争里面一直都保持着绝对的中立 但中国都没办法要求巴基斯坦政府违抗美国的需要 因为说到底巴基斯坦也多次和美国结盟 所谓的传统友谊 去到一些关键时刻里面很难有什么影响 始终都是 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巴基斯坦的确从中国获得不少帮助 但是俄罗斯卖武器给印度 过往也曾经在克什米尔的立场上 俄罗斯都是站在印度那边 对巴基斯坦来说 俄罗斯自然不是对他们属于友好国家 还有还有 巴基斯坦过往曾经与美国多次结盟 在国际上很多问题上 巴基斯坦都是与美国站在一起 而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 巴基斯坦的确是从俄罗斯购买过一些粮食和能源 但是随着冲突长期化之后 再加上巴基斯坦国内也换了新总理 之前那位伊务南韩就很不幸被人踢了下台 在国际立场上出现转变也是非常正常的 还有一点就是当援助乌克兰这些消息传出之后 欧盟也宣布将会对巴基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很明显很明显的就是利益上的交援 大家对于巴铁这个词语觉得怎么样了 小弟都没去过巴基斯坦的 所以我就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那么铁 有时候这些诱疑呢 我觉得没必要吹到那么大的 因为一般做朋友友好就行 小鬼说到那么热情嘛 因为说到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没有永远的朋友 但是有一件事是永远的就是利益 无论中国在物质上 又或者政治上多么支援巴基斯坦都好 如果站在巴基斯坦的立场 左右逢源争取最大的利益也是非常合理的 而现在巴基斯坦去乌克兰送炮弹呢 我自己就相信是出自于自身的立场的 因为俄罗斯和印度关系那么好嘛 巴基斯坦就和你对着干咯 再者啦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在俄乌战争里面 那个立场就中立的 没有角色的 那么巴基斯坦换了乌克兰 照计就没理由会得罪了中国啦 是不是 无可否认的 在关键时刻里面 美国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虽然在前总理伊武南韩主政的时候的巴基斯坦 和中国走得好迈 当时也都导致美国多番批评巴基斯坦的 但是很不幸 前总理被人赶下台之后 巴基斯坦的态度都开始出现转变了 所以有时国与国之间就没有必要 将大家的关系 讲到好像铁一样那么好的 事实上这个世界就真的没有铁一般的关系 就只有铁一般的利益而已 国际政治就是一个这么现实的游戏 就算今天阿基斯坦支援乌克兰都好 将来战争完结之后 乌克兰都要还的 这个不是无偿免费的支援 所以说到底打铁还需自身硬 任何国家都不是100%靠得住的 而在国际政治来说 全西方的态度都站在乌克兰那边 好像这些小国事实上也很难拒绝西方的要求 讲到这里我另外也要提提另一个中国的老朋友 另一个国家 这个就是柬埔寨 柬埔寨也有去乌克兰做支援 但是他们就不同巴基斯坦 柬埔寨就只是在技术上的支援 就是替乌克兰分练素雷的工兵 由于一些的历史原因 柬埔寨在素雷的经验里面 真的可以说得上是非常之经验老到的了 同时我们也都知道柬埔寨 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之紧密 柬埔寨手上雄心多次讲到 很逼我们挑拨中柬关系 讲到明不会帮美国做事的 但是现在呢 连柬埔寨都说会支援乌克兰 这样的决定说到底都是因为有利益 虽然洪森都曾经多次讲过 柬埔寨就只有依靠中国 才有好的基础建设 而且也批评过美国 当涉及到一些自身利益的时候 才会想起柬埔寨的 讲说话多次对中国表达善意 但是当美国出到声 有时候这些国家都无法拒绝 始终这些小国讲到底都承受不了 得罪美国的后果 这个世界究竟有哪一个小国 得罪美国得罪得最厉害的呢? 一就是朝鲜 二就是伊朗 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上 是长年累月饱受美国 不知缓乌克兰 这个都是无可厚非 亦都是无可奈何 但是始终始终有一点的就是 就算有好如柬埔寨都好 当在利益面前要做一些决定 也都不代表立场上 会和中国站在一起的 好了 今节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 下节 effect 下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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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